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大成本是相对较高的 因为你要做一些重复劳作 那比如说 那有没有这种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就引读到我们 就是Triple协议想解决的问题 先聊到Triple协议 其实是基于TCP的 然后它就一个包 然后再加上它的包设计结果 它导致了一个问题 就是它导致比如说你的网关 或者什么东西 你想做一些特殊规则的判断 过滤什么的 你是做不到的 也不能说做不到 如果你愿意吸收性能 把这个包完全解出来 然后再组装回去再透传是可以的 但是其实这样是 一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其实我们就想到 能不能就是把原数据和真正的BODY体给分开 那其实就是 那我们有一个现成呢 其实是HGDP 然后又有一个业界主流的是JRPC 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的目标是兼容JRPC 所以然后并且我们要 因为JRPC 我们目前其实都是用IDL的 但IDL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比如说Java 尤其Java测就觉得很麻烦 构测还好 构测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那种开放模式 但是Java测的话 大家都是写Innerface 然后定一些Pojo 然后去实现 这样会非常非常麻烦 然后所以其实JRPC 我想在座的那些公司 用JRPC的Java也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开发这个Triple协议呢 一我们兼容了JRPC 然后所以我们能实现跟JRPC的完全互通 然后其次呢 我们兼容了传统的Pojo Interface 自己定Innerface的方法 这样的话就 虽然这样会损失一定性能 但是我们提升了一些应用性 对于 而且来说 其实真正RPC 大多到不了 就是RPC不是业务的瓶颈 大多的瓶颈还是在DB呢 其实协议性能是可以有一定的虚强 但是这有一个什么问题 虽然它是 虽然我们兼容JRPC 但是JRPC又是基于HTTP的 但是前端或者说其他第三方系统 它只有HTTP 它还是接触不了我们的系统的 所以我们就想 我们就因为这个 我们想推出一个全新的一个Triple协议 然后我们为了解决 为了解决上述的所有问题 就是我们要支持外部访问 支持互通 然后并且支持JRPC 然后所以我们参考了JRPC JRPC外部 然后等通用HTTP 等多少协议 然后做到能浏览器访问 然后还支持Streaming 并且支持同时运行在HT1和HT2上 这样的话其实这个通用性会很强 当然因为目前HT3还不是在 还没有大规模推广 所以我们未来也会支持HT3的 其实我们最终设计实现的是 完全基于HTTP 然后对人类友好的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 比如说很简单的流量器访问 或者Core访问 然后尤其是Unitrate请求 Unitrate就是一来一回的这种 当然我们在 我们也支持Streaming 第二个前提 就是我们跟JRPC是完全互通的 用JRPC的那些业务 是不用担心兼容性问题的 也不用担心切协议的问题的 然后我们为了稳定性 其实我们比如说Java 我们会只会采用 业界流行的那些网络库 比如说Java的Net 然后Go的基础的Net 那个包 然后JRPC 就是Triple 跟JRPC协议的那些关系 其实JRPC 其实因为我们都是基于HTTP的 但是JRPC 是基于HTPR的 但是Triple 是基于HTTP 和HTPR的 是两种协议的 然后呢 我们在JRPC的同时 我们其实扩展了一些 就是为了应用性 我们扩展了 比如说Triple 里面我们支持就是 Application JSON 然后支持 支持Core访问 或者我们还可以支持 就是我们以前的 以前的那个支持 在以前 在以前上一版的Triple协议 我们为了支持 传统的interface 那种定义接口的方式 我们用了一个 我们其实有一个 二次序列化的过程 我们想在这里面 通过一个特殊的 content type 然后来决定 我们的那个 body的结构 然后来解决 这个二次序列化的问题 同时这个东西是可以扩展的 就理论上我们 HTTP的所有的Future 我们在Triple协议上 都可以实现的 并且是可以扩展的 所以用了Triple协议之后 我们的开发流程就变成了 如果你不需要去进行组装 或者说没有外层的那些代理的话 可能你的接触率上 就是直接外部的请求 浏览器啊 对方的使用器啊 或者Corel啊 自己测试啊 就直接到了Corel 然后呢 跟其他的 比如JRBC的通信 也是没问题的 流程就变成了这样 就商量一少了一层 也少了一跳 对于大多数 如果你不需要那个场景的话 其实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我再介绍一下就是 因为我们Triple协议 其实因为它最开始是 兼证JRBC嘛 但是最开始只基于HGB II的 所以它是 HGB II 它有一个streaming的能力 所以它天然的支持streaming 然后呢 但是我们这里比较特殊的是 我们的新版的Triple协议 在H1下也支持了 但仅支持了一个severstreaming 就是客户端发一个服务端发 好几个回去那种 然后这个是依赖H1的 那个server push去实现的 其他两个就是client stream 和BS stream这个两个 就没什么可说 然后但是 但是有个特别的 在Java侧其实是没有client stream的 它是用BS stream去 就是从编码上是没有的 从实现上其实是有的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 Triple协议开发微服务的流程 首先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Triple协议 比较灵活的支持两种定义方式 一种是IDL的定义 就是put buff那种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直接定义 同样的同步一步还那种 其实都是支持的 你手写也好 还有比如说你还可以极端点 在自己定义接口的时候 用那个IDL生成的 就是put buff的那个类 就是我们不定义它的service 只用它的那个接口 也是没问题的 就是它会自动帮你识别这个接口 是使用pb的还是不使用pb的 然后接下来server这边 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把它服务实现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里举例子 就直接拿了API的那种组装方式 真正的业务上 可能是Shrine的那种 注解或者X秒的方式 然后其实服务 那相当于把服务写起来了 接下来我们肯定要测试一下 对吧 测试一下 因为我们支持了HTTP 然后我们支持了标准的协议 那理论上我们测试就会变得很简单 首先因为我们支持JRGC 所以我们可以用JRGC Core 去调用我们服务 但是这个前提是 你得开启你的反射 有一个反射服务 需要手动开启一下 这个不是默然开启的 然后就是可以 然后它就可以通过反射 去拿到那个接口的原数据 然后通过JSON 然后它能转成PB格式去发过去 然后这样是可以调用通的 或者我们就直接用ApplicationJSON的方式 直接调过去 这也是接口能通的 并且比较特别的是 在H1下我们也是可以用Stream的 然后其他 因为我们支持了HTTP 那理论上所有的 其他的第三方的HTTP 客户端 其实都是可以调用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我们的Admin 也是可以进行测试的 当然前提是 你得把它注册上 调用端 调用端就比较简单了 其实不管是PODY 还是IDL 其实两个没有本质区别 因为我们有了协议 但是协议这个东西 你要是没有一个承载方 其实是行不通的 但是Triple只是一个协议 然后我们有了协议 然后我们得有一个框架 有一些服务治理 才是我们的微服务 所以服务治理也是 微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这里就引出了Double Double为Triple协议 带来的一些治理能力 在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因为Triple的定位 其实只是Double里面的 其中的一个协议 当然你也可以为了兼容性 用原来的Double协议 或者其他的协议 理论上我们 而且并且我们支持 在同一个端口上 开多个协议 这个其实是可以按需选择 同时Double为Triple协议 官方实现了 官方实现了多余 官方提供了多余元实现 目前会在Rest Go Java 然后JS 这几个Node Node 会实现官方的实现 这样的话 用户就不用自己去 根据那个协议的 SPAC去实现 当然你要是有一些定制需求 比如说内部的一些框架的话 你根据SPAC去实现 也是可以的 Double 因为有了协议 我们把协议通了 那剩下的就是编码 编码的话 我们其实Double也是跟其他第三方 不是就是跟服务框架集成的很好 就理论上我们的开发流程 就比如说尤其Java测 想用服务定义 服务治理 然后服务注册发现 其实都是不用用户来操心的 就是开箱即用的 Double的生态也是非常丰富的 就是第三方的生态 比如说 Knuckles Taper Eastio 这些东西 我们都不用去操心 找引入相应的包就可以了 这接下来举一个 举一个简单的服务治理例子吧 然后这是我们定义了一个使用 Triple 我们这是使用IDL 是使用Triple协议 一个服务注册的一个例子 然后呢 这个就是 上面比如说 你可以选 Knuckles 或者Zupiber 或者Kubernetes 或者Eastio 然后左边是一个开案的一个server 然后这么调用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Admin上看一下这个实现 这里可以提一句 我们的Admin也在新版存购 是用Go去实现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经常会遇到一个灰度发布 或者说流量染色的一个一个需求 就是我们可以从Admin上发一个Tag下去 然后把一些实力打上这个Tag 然后我们从入口 这个流量就会从这儿挨个下去 不好意思有点快 然后 行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Triple协议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好 非常感谢尤为 那个Triple协议这块 看大家有没有疑问 有问题可以 有问题 您先来到我 您刚才那个一闪而过的一个问题 就是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来 就是这个新版的这个 这个DW 就是可以天然支持 这种类似这种 这种回头发布 精确这种这种概念 以前也 以前可能不太好用 对对对 也不叫不太好用 就是说 毕竟现在到了云衍生时代 这个是个大事 然后在云衍生时代 这个东西呢 你会处在Commanding上 或者以这个Commanding的 现在比较流行的 比如说这个Yahoo的这种格式 那我们是做了新版本的升级成功 比如说先现在这个标签的形式 你可以通过一个打一个标 机器上比如说 站了一个标 比如说 在这里把它贴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可以去筛选 这个标的 不用写具体的IP 就能给你筛选到一部分的机器自己 就能够给你筛选到一部分的机器自己 就能够给你筛选到一部分的机器自己 就能够给你筛选到一部分的标 然后通过这个就可以直接到处 这个标 对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意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意 在应用现场和实用现场会生意 这种我想问一下 咱们这种标签路这块 在这个DWO 请问一下 这种我比较好用 就是我看了这个 特别是这块 它主要讲的 介绍一下 这个规则发布这块 用规则发布这块 的话 我看了一下 应该涉及到了标签路由 还有咱们的一个 关于全链路的一个 一个技术 这块能简单的介绍 介绍 DWO是如何的 在针对于原生这个架构体系上 来实现的 针对于同一个服务 来说的话 它不同的应用不同的POD 它是如何来实现这种标签路由的 这种机制的 DWO这个架构上 因为这在SourceMatch上 应该是很好实现 这个我来解释一下吧 我觉得是分两个层次来看 首先第一个层次呢 当然我们终极目标 是要实现全链路 对吧 但我觉得分两个层次来看 第一个层次呢 就是我们回归到一个具体的应用 比如说在DWO这个视角呢 你还是要为每一个具体的应用 去打标的 比如说这个应用 你的挥奏发布 就是有这几个节点 你要全种 你这个应用 一定是要给它打上这个规则的 然后识别这几个节点 每个应用 如果说你的有些节点 不需要挥奏 那你不需要打 你有些应用呢 有挥奏的节点 你就一定要打 每个应用要打 这个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是说 在DWO这个体系里呢 我们提供的最多的 还是你给单个应用来打这个规则 那你要实现全链路呢 你就需要借助这个全链路跟踪系统 来替你传递这个入口的 比如说Tag的一个位置 这样的一个标识 当这个标识进来以后呢 它就会在这个DWO的每个节点上 进行这个传递嘛 对吧 那这个传递呢 现在DWO就刚才前面小生也讲了 就是我们这边是做了这个 tracing的集成 那我再多问一句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规则发布的时候 其实主要是针对于我们在做 实际的业务开发实际的业务应用过程中呢 它其实是在你上新的应用的时候 它要把你的业务 通过规则发布的能力 再给它串起来 来验一下这个链路上 到底是不是能够完全的符合 有需求 那么就是咱们在做这个 就是我想问的就是 就是你就是咱们在做这块的 治理这块的时候 针对于就是比如说detail 咱们这块 detail的话 你在下边的一个实例 其实我们在你看你写的yaml 那不是yaml 就是在做起来 它的多个应用服务的话 因为是多服务复载的嘛 你写的实例的话 可能是针对于detail 一个应用服务的话 可能是有多个 那么就是咱们在做这个应用发布的时候 是不是针对某些的单独的那个 起来的一个负载的话 是不是有单独的设置 能要它指定到我对应的 就是同一个服务对应的节点上去 对 这块咱们得double 因为double这块的话 我看了前面咱们讲前两块 还有治理啊 还有咱们那个double的上升协议 那两部分 其实它都是在引用double的一个客户端 对吧 因为客户端的话 其实服务端和客户端 应该是放在一起的 那放在一起的话 就是我们在处理这种灰度的时候 咱们double是不是给提供了一个管控页面 或者一些什么的技术 能够就是这块需要我们怎么来关注呢 这块首先没有 首先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它没有一个一键 就能帮你实现这个方案的一个事情 那double是客户做不了 那我理解根据你的需求呢 我尝试分解一下 我觉得比如说以detail这个应用为例 你如果要新上一些节点 你这些节点是一些实验性的流量 那首先比如说你那个团队的那个deployment 那个Yaml文件 你肯定要把它里面打上一个环境标 那这个环境标是要你自己去做的 比如说你在里面设计一个level 这个level就叫Invening Great 这个是你第一点要做的 对吧 你拉起来的这个pod就是要带标的 要不然的话double也没法识别 你这个是实验性的流量 这个是第一点 对对 你拉起来以后呢 第二步你就要我们这边double在 当然你其实现在没有可视化界面 你可以这样一个规则对吧 这个规则呢就干这一件事情 就是来选中你刚才配的那个deployment 你的那个实验标 对吧 他就能圈中你的那个实验性的那部分pod 这个是第二步 那第三步来说呢就是 你从前端比如说最早的那个用户浏览器 也就是你的流量入口 你要带一个标 这个标是和你最开始deployment 配的那个标 包括这里这个圈中的这个标是一致的 那你过来的流量呢 你怎么比如说你前面 可能一下子就叫detail 你可能要听到这个frontend 我掉一下这个order再叫detail 对吧 对 你需要一个全量路 保证这个标不丢到你这里 double就能帮你圈中 你要不丢的话呢 你这个体系里你就要做全量路追踪的这样一个建设 这个全量路追踪帮你实现了这个 tag and great 这个标一直到 只要到了以后 只要到了以后 double是一定能够跟进这个标再给你圈出来 这个是整一个流程 也就是说 还需要 咱们里边还需要一个全面全面路的一个 对 就是一个系统来辅助它来找到这个标 对吧 如果你在请求的时候请求出的时候 这个比如说有一个5ID或什么的 一直全面路的去在你的调用过程中 直接的往他一直往下去 跟5ID再找到标 在前面就带我来做 因为咱们Double的话 我看在前面的话讲的时候 可以说这个带标签这个功能的话 好像是应该是用辅助插件来做 对 我认可的就不是 我刚才他他讲的时候有一个有一个tree thing 刚才说了一下 我知道你想提哪个点就是 就你其实想提说就是 我不希望这里各种各种链路 然后都要考虑这个这个grade tag 然后我就后面要去隔离嘛 对对对 那这种场景底下 我分两个场景 你现在Double能做到的能力就是 假设你全面路都是Double的话 如果你都是同步调用 你的标进来的时候 我们后面的标都是会默认透传的 这个默认透传能力是所有版本都具备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是 你一定是同步链路 就比如说我实现一半的时候 我开一个线程池 然后再往外请求 那这种其实很难做的 但这种其实像目前也是有办法做到的 像开原测有一些技术 可以去帮你做一些链路的传递 包括我们最近SPI里面也有对应的贡献者 也在提这样的一个跨线程的一个tag的传递 那除此之外 我其实还想再补充一点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能力 其实是很往像skywalking 像各种agent去做的事情了 就它是可以帮你去跨线程 甚至说跨框架去帮你去传递的 比如说前面是http 后面是数据库等等 它都可以帮你去传递 这个应该是从agent的那个层面 就会帮你去兜掉的 谢谢 谢谢 这个如果还继续有疑问的话 我觉得可以这个会后这个厂再交流一下 还有那个另外一个 那个老板把那个卖传一下 没关系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说我们现在到协议升到催购的话 只能是走那个协议的发布吗 有没有简化的签议 目前你要平滑的签议的话 你只能先发两个协议 然后 是双协议 是吧 对 双协议发布 对 如果你如果上下的版本 都是高版本的话 你可以直接切鞋 因为你的客 就是你要保证你的客户支持 趋口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切 就是你 你所有的搭补版本都是拉平 因为我们是比如说 这边detail 这边是order 真的是from end 如果你全部都是支持triple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直接切 你的协议直接切下来 就是没问题了 那你如果其中有一环 比如说你是大博 或者你只要2.4.5 那你其实为了建议这个老的节点 你就需要双发布 OK 还有哪个什么问题 就这个双发布呢 其实是 我想要怎么讲这个事情 就是刚才那个 我也提到了 现在我们是支持单单口多协议嘛 就这是一个可选的方案 就是刚才说的多协议发布呢 第一种选择呢 是你把这个多协议发布 发两个端口 然后这两个端口呢 注册两个地址到你的注册中心 对吧 这是一个包括double2常见的方案 那还有一个新的方案呢 就是用double3的这个模式 你是还是以前的2088年端口 假设 那你在上面呢 额外加一个配置 就可以在这个端口上呢 同时发double和吹爆协议 那这个时候呢 作为server端 你进来的流量 double会自动识别 他到底该走tcb还是走吹爆 这个然后你注册中心呢 也没有什么副作用 就他发展还是以前的一个URL 就不会给你的群 造成一个规模的这个负单 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实践的方向 就现在有两种方案 中题来做